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 你以為自己決定了一件事? 例如,突然想吃雪糕 又或者想按個like 但其實,你的大腦早在幾秒之前 已經幫你選好了 對了,今天我們要講的 就是一個聽起來很震撼的問題 自由意志,是不是一個家長? 先講個實驗先 在1980年代 有位神經科學家叫Benjamin-Liebert 他做了個經典實驗 改變了我們對自由意志的想法 他叫受試者坐在這裡 手放在切上 隨時可以自由按動手指 幾時動都可以 但同時,他們的腦電波會被監測著 結果發現了一樣超離譜的東西 受試者說,我現在想屈手指吧 但大腦早在他們意識到之前0.3秒 就已經開始準備要屈了 換句話說,我們想著自己決定了屈手指 但其實是大腦先活,意識後追 那你可能會說,0.3秒都未必算什麼 可能是粉應慢 好,那我們再講一個更加誇張的版本 之後的研究再進一步發現 人的大腦在你想著要選之前 早在7秒前就顯示出信號 預測到你會怎樣選 7秒說兄弟,7秒 即是說,你以為自己自由按選了咖啡不要奶 但你大腦在7秒前已經想定我不要奶 這個實驗一出,哲學界、心理學界、神經科學界 全部炸了 有人說,這就是我們根本沒有自由意志 我們只是一部被大腦操控的機器 但又有些人不信 他們說,等等 這個實驗只是說大腦會預備行動 不代表我們無權改變主意 你想一下 譬如你大腦7秒前準備好要屈手指 但你中途突然說,不要屈住先 那這下拒絕行動 其實就可能是自由意志的表現 所以有人說,自由意志不是創造行動 而是審批行動 即是大腦先提出一個動作 然後意識再說,批,或者不批 聽起來有點像公司運作感 大腦就是個勤力的下屬 天天自動提案 意識就是個上司 最後說得算 但問題來了 如果連批不批都是大腦事先安排好的呢? 你以為你在審批? 其實你都是被安排好地去審批 這樣,還算不算自由? 哲學家在這裡鬥了幾百年 有些人說,沒有自由意志 所有東西都是因果必然 這個叫決定論 即是說你今天會看這條片 都是定了 但也有人說,不是 我們雖然有神經機制 但最終我們仍然可以反思 選擇,創造意義 這些人就叫相容論者 他們說,自由同決定 其實可以共存 說到這裡,有些人開始頭痕了 那麼究竟我們要怎麼看? 我給你一個有趣的角度 你大腦在七秒前就做好決定 但你意識在七秒後 感覺到自己作出了決定 這七秒的時差 就好像一場完美幻覺 這場幻覺令你覺得 是我選擇的 我控制著自己 而這個錯覺 可能正正是人類能夠生存下去的關鍵 因為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沒有控制權 那麼你還會不會努力? 還會不會追夢? 你看一下,大腦好像在幕後操作 而我們意識就是舞台上的演員 演員以為自己即興發揮 但台詞早已經寫好 不過,演員知道劇本是死 但他仍然可以演得出彩 不是嗎? 所以有時 自由不一定要完全自主 可能只是一種有意識地活出劇本的能力 這麼到尾 自由意志是真還是假? 老實說 可能真真假假 大腦在背後做了好多決定 但意識仍然有一個重新存識的權力 你可以說 自由意志不是控制未來 而是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所以下次你在超市前猶豫緊要買雪糕或香蕉的時候 記住,你的大腦可能7秒前已經回答了 但那一刻你仍然可以笑一笑 和自己說 無論為什麼,這個選擇都屬於我 這個就是人類最奇妙的地方 那麼你又怎麼看呢? 你覺得自由意志是真有其事? 還是玩過? 留言跟我說客你的想法吧! 下集我們再說 如果A都開始有意識 他會有自由意志嗎? 記得LIKE、SHARE和訂閱啦! 我們下次再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